慢慢长大以后他就来找这个弟弟了 这个弟弟还在打坐修行呢 在打坐修行的时候 这条蛇就从门缝里面 刚好门没有关了 他就从门缝这么跑进去 就看到这个弟弟还在打坐 他想一口就让他咬死这个弟弟 结果他从门缝转进来的时候 刚好一阵风吹过去 这个门缝这么一关的时候 不是把蛇夹死了吗 哇 这个蛇被一夹死以后 那个恨又更恨了 所以变成平方 本来有三分的恨的话 平方就339了 这时候不是平方 是立方 就339 39 27 哇 这不得了 这个恨更加深了 变成立方 所以现在很多人的名字叫立方的 不是那个历 此历非彼历 结果变成立方以后呢 这个恨就很深了 又死掉了 死掉以后呢 变成一只武功了 那么古时候的房子都是草房子的 知道吗 这时候他的恨呢 这是一个一个公案 所以可见就是说 我们这一生当中 如果我们经常发脾气 发怒气 第一个 我们身体会生病 不管你是发脾气也好 对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四周 我们的邻居 所有一切众生 我们如果是动一点恨心 恼怒的心 这个时候先伤害的是我们自己 像这个火盆呢 冬天我们会起那个火盆呢 Four bud 听得懂吗 Four bud 那么这个火盆 那么我们房间很冷 我们把那个木炭放进去 我们去燃烧 第一个我们烧到什么 烧到这个火盆 火盆烧红了 整个房间才会温暖 所以我们这个点火一烧的时候 是先烧这个火盆 那我们动一个恶念 我们对人事物身边周遭的一切一切 我们动一个恶念 不好的念 当下 按照因果定律 我们第一个是先燃烧自己 让我们的身心 血液循环 荷尔蒙 内分泌 所有的造成混乱 伤害我们自己 然后呢 当我们动一个恶念 不好的念头的时候呢 我们身边周遭的人呢 会感染到那种气氛 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讲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经验 让各位了解 有一次我在那个南部地方 一个道场 那个早上起来啊 整个那个洗脸盆 整个密密麻麻 不晓得几千只的那个什么蚂蚁啊 它那个是外面干旱了嘛 就跑到我们那个脸盆 脸有一点积水还是什么 整个满满 一看黑妈妈的这样子一片 我想这下怎么办呢 各位如果你们怎么办 点一把火一烧 不对啊 你们不会的 我就跟他说话 我说此非你所住也 乃本山人漱口之地 请速速离开 急急如律令 那我就想 既然不能在那边漱口 我就到那个厕所 马桶那边去漱口 知道吧 我就吐在那个马桶里边 然后我就去找课啦 吃饭啦 回来 跑光光啦 我们动一个善的念头 会感应在他边 感应在动物的身上 真的有这回事 这是我亲自的体验 当然还剩下两三只 我又跟他讲 此非如蚂蚁之所住也 乃本山人修行之地 速速离开 急急如律令 我又再念一遍 走了 很有效果 你知道那个韩玉吗 韩玉啊 他写了一篇忌恶鱼文 有没有听过 他说他那乡里面不是很多恶鱼伤人吗 他没办法 他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船啊 什么技术之类的 来制服这个恶鱼 他自己也怕 知道吗 他就写这个忌恶鱼文了 他就到我们河边念 哎呀 嗚嗚哧者哀 你们恶鱼赶快跑掉啊 不要去伤人吧 我在这边啊 下官在辞啊 你就给我点面子吧 知道吗 到底怎么写的 我不会背了 然后他就把对这个天啊 念一念以后 就稍微稍微 然后就把它丢在河里面去 后来怎么样子啊 就平安无事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念头 很厉害很厉害 你看那个儿女都很厉害 儿女看到父母亲吵架的时候 会不会在父母亲吵架怒气的时候 爸爸一点零钱给我 不会他没有这么笨 他就看那个爸爸妈妈吃饭 他们谈天谈得很高兴的时候 零钱这个时候我需要一点什么东西 伸手牌的就来了 他能感受到那个父母亲高兴或不高兴 那个气氛很严重 所以我们一个人灭除了嗔恨心 我们多足一些经书念佛词咒答的禅定 慢慢修慢慢修 你这个嗔恨心没有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我们身心感受到那种快乐喜悦 然后让我们身边周遭的人 也能够去分享这种喜悦 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断了这个嗔恨心 这一生当中不发钱 知道吗 只要去用心 不发钱又用心 又马上能够得到效果的 一定要成就的 就是这个灭除嗔恨心 这最重要最重要 你不要想说来生来世才会漂亮 不要现在就可以漂亮 知道吗 你现在改变气质 人家就觉得 你这个人真的好几年不见 事别三日怎么样子 寡目相看 知道吗 所以我们事别三年 我就看到怎么样子 寡目相看 有些修得很好 大部分你看各位修得怎么样子 满面春风 悲光流露 知道吗 很慈悲的眼光流露 不是悲观哦 知道吗 我讲话你们听清楚 说悲光 慈悲的眼光都在流露 所以你看我们这次 这么多的义工 忙东忙西的安排 这个真的是很难得了 尤其我们那个汤老师 夫妻两个 还有这个好多信徒 叶老师他们忙东忙西的 来策划 这就是他们修来的这一种一种 你可以从他们脸上 感受出那种伐喜 感受到那种伐喜 这个是讲到说 这身无论如何 不发钱 只要用心下功夫 就可以得到的 不但这辈子怎么样子 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子 今世后世人不喜见 那是称恨的哦 是不是 那如果是我们 没有称恨心的话 今生喜悦 来生长得庄严 就是这样子嘛 是不是 这是相反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这身当中 绝对要成就的一个就是 灭除称恨 避恶业门 在华眼经里面有讲到 好多好多这个称恨心的坏处 大概有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 我们没办法去讲 因为要讲了好几个小时 谢谢您的 1. 灭除嗔恨 避恶业门 1. 灭除嗔恨 避恶业门 在《华眼经》里面有讲到好多好多嗔恨心的坏处 大概有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 我们没办法去讲 因为要讲了好几个小时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念第五个 这一生当中要建立的 菩提心的建立 虽谁生死而不改变 求一切智未曾退转 再与诸有心无动乱 稀能度脱一切众生 不然有违法 不失误碍之 这个就是在《华眼经》二十四件 二十四件 那么我这次在闭关的时候 就是以华眼为中心 以华眼为主 然后看一些大致度论 华眼那个什么 华华经 任眼经 还有其他的经论 所以我这边录的大部分都是华眼经里面 比较好的 作为我们一个参考 所以我这边写那个号码 就是第几件 如果各位要查的话 就按照这个号码去查 第几件第一件 就这样查 这个是讲到我们这一生当中 生命的一种价值 生命的一种坐标的确定 这一生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 从少而壮而老而死 前十年小 后十年老 一半又在夜里过了 那么古时候的人 人生七十古来兮 前十年小 后十年老 那么剩下五十年 五十年又是在 一半在夜里睡觉当中过了 就剩下二十五年 可以给我们利用的 但是二十五年当中 我们做什么 我们追求什么 各位有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从追求学问 到二十几岁以后呢 成家做事业 追求对象 生男育女 所以结婚前是什么 动物 对不对 动物 跑来跑去吗 结婚单身 结婚前不是单身贵族吗 跑来排去吗 不是动物吗 结婚以后呢 就变成什么 植物 固定下来了 植物种在那边不会动了嘛 是不是 他有一个家 他要照顾家了 所以变成植物了嘛 那么结婚后呢 生植了以后呢 变成什么 讲大声一点啊 矿物 对的很聪明很有智慧啊 就变成矿物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叫矿物呢 因为有子女以后呢 就要陪子女啊 有时候子女很无聊 你也照样要陪她游戏啊 是不是 所以父母亲的一举一动 就是儿女的宝石 无上的珍宝 无上的珍宝 父母亲的一举一动 是善的 是光明的 是慈悲的 是和响的 那么这个孩子就培养出那一份 懂得去关心尊重别人 所以父母亲这个时候呢 就是儿女的宝石 无上的珍宝 无上的珍宝 那好了 我们一生当中 尤其在家的信徒 从动物到植物 然后什么 矿物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想 我们追求到很多很多东西 似乎我们得到很多很多东西 可是我们得到这一切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子 在佛经里面怎么讲呢 叫五家所共 怕什么呢 水灾 怕什么 风灾 这次我们头粪这个地方怎么样 有淹水啊 是不是 中港溪泛滥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所有的财富 我们所得到的一切 怕风灾 怕火灾 怕水灾 怕小偷 也怕这国家征收 是不是 还有不怕 还怕什么 怕不孝子把我们画光光 是不是 那我们追 我们这么辛苦 追求这一切一切 财富 外在的财富 我们尚且怕这个什么五家所共 是不是 然后我们最用心最用心照顾的身体 这个肉体 怕它冷怕它热 要吃好 要吃营养 要这个什么讲究享受 眼睛呢 也让它享受 看这个电视 一百多台 让它选 耳朵呢 四声道 七声道 什么道 我们不知道 那坐的要这个沙发椅 穿要零楼搓断 这个开车 还要有这个什么名牌的 有没有 片子的车也好 这个身体怎么24小时照顾它 这个肉体送给我们什么呢 老 病 死 内在的外在的 我们去研究它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很失望 是不是 而且到最后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的呢 一口气再千般用 一席不来 怎么样子啊 万事修 所以我们就会想到 人生的追求 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 有什么东西 不怕火灾水灾风灾地震车祸 也不怕这个什么 小偷来抢不孝女 这个子女这样子的 国家的征收 佛经告诉我们 无上的正等正觉的智慧 无上的 这种平等 同体大悲的这种 无言大识的这种福德 福德智慧 那这个福德智慧 我们想得到的话 就是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简单的说 这个短暂生死当中 我们透过这种 有少而壮而老而病而死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发一个觉醒的心 觉悟的心 我们来追求智慧 追求福德 那么这个就叫做发菩提心 简单的说上神佛道下化众生 发这个心 这是我作为我们生命的一种坐标 因为我们了解到世间一切 终归是无常 最后一定是家破人亡 妻离止善 一口气不来 这个装入棺材火化 变成骨灰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思考当中 什么东西 可以深深深深深陪伴我们 作为我们的依靠 然后 有了这个智慧 我们可以断除烦恼 有了这个智慧 我们了解生死的真相 死亡的真实意 那么这个智慧 能了解是理 能了解是非 能够判断正确 生生世世 陪伴我们 这就是我们这生当中要成就的 叫做菩提心 时时刻刻想到说 我是要成佛度众生 利益众生 我一定要追到这种智慧 我是不是有这个信念 有这个信念的话呢 眼前的这个得失 你不会太在意了 就不会太在意了 所以有得有失的 这个人生 本来就是合理的嘛 是不是 这个有生 有老 有病有死 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嘛 就不会这些 为这些 痴痴麻麻的琐碎呢 这个伤心破敌 这个什么样子的 这个垂胸顿足 就不会了 你就不会这些 因为什么 我们的志气 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价值 我们不是建立在这时候 获得很多的财富 长生不老 永远不死 然后怎么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了解 这是有行无行的 这一切都是无常的嘛 所以我们如果是发一个愿 说我要追求这个 无上的智慧 无上的悲心 无上的福德圆满 智慧圆满 如果我们建立这个信心的时候呢 这一切的得失就不成为一个问题 这是讲到菩提心的有建立 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 觉醒的心 大悲心 智慧心 好 最后我们来念第六 下面这个缘起正见 一切世间从缘生 不理因缘见诸法 了达境界知一切法因缘为本 观一切法皆从缘起 无有助处 一切诸法因缘生 体性非有亦非无 而以因缘即所起 必尽一众无所拙 神观诸法从缘无体 菩萨了法从缘有 不为一切所行道 开释解说诸业机 欲使众生习心境 好 这个都是在二十四件 二十五件 二十七二十八件里面 关于缘起的这种思想 那么这个缘起思想 就是佛教里面 一个很独特 不共的一种思想 一切是有因有缘 具有这个现象 存在的一切 不是他自己主动要这样存在 是很多的条件的排列组合来决定 所以我们想成为一个信佛 如果学佛很自在的人 就是从因缘当中去开创因缘 把握因缘 等待因缘 一般人常常讲说水眼水眼 简单一个水眼就怎么样子呢 就糊里糊涂过一辈子 水眼吗 妈妈糊涂过日子 错 佛家讲的这个因缘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因缘就是说 有这个主因有这个助缘 它就会产生这种结果 那现在没有这个因没有这个缘 那我可以去创造这个因 创造这个缘 它就会产生这个结果 所以佛家讲的因缘 就是让我们积极主观 而不会说单单说等待等待 随缘随缘 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创造因缘 把握因缘 还要怎么样子 还要等待因缘 我们种了一棵树 三年五年不结果 砍掉它 不对 你等十年八年嘛 是不是 再下一年功夫嘛 简直施肥 它就开发结果了 你要等待一个时间 是不是 所以等待因缘 也是一个功夫 那就是耐性耐力 那在这个所有信佛学佛当中 我们这身当中 从因缘里面了解世间的一切 没有一个 最先最初第一的一个创造者 没有 一切都是种因缘合合当中产生的 那我的命运 我的命运 也不是谁决定的 没有 靠我自己的努力 我自己的手下的功夫 多生 我的因缘就会改变 生命会改变 这是我们这身当中要确信的 因缘 决定一切 那因缘可以去开创 可以去把握 这个是我们这身当中 我们一定要成就的 从相信因果 相信佛法身三宝 相信这种行为的这一种价值 然后呢 这身当中我们要断的 我们要断的 那就是称恨性 我们要做第一流的人 本事大 没有脾气 知道吗 本事大脾气小 千万不要这个本事大脾气度大 人家看到你就害怕 然后呢 没本事脾气度大 人家说这个人真的是难以相处 然后呢 菩提心的建立 对自己要有信心 我绝对可以成佛 我不跟你们这么叽叽叫叫 那痴痴麻麻 唆唆唆唆的那种 那种名利之间的那种争夺 我这身当中 成佛是作为生命的 最高的一个坐标 我有这个佛性 我糟蹋了他 太可惜了 那么要从因缘当中去把握 成佛不是说我心里这么想 就是成佛 一定要下一番的功夫 下很深的因缘 这个成佛才会成佛的 所以这是我简单的提供各位参考 我们这身当中 我们要该修该学该成就的是什么 如果这个方向我们保护不住 方向错了 哎呀你去跟人家学说 什么长生不老术了 怎么改变命运了 又吃什么东西了 来怎么样子的 这个就会造成很多财产无畏的损失 耗掉很多这种生命时间金钱 耗掉以后呢没得到效果 那就是没有智慧 那么今天我们有这个因缘 也要感谢这些义工 他们的这种安排策划 得到最大的利益的人是谁呢 本三人 知道吧 各位愿意来听 所以我就好好准备 那我好好准备呢 让我复习一遍 我过去所念的这些华眼经啊 很多的这个经典呢 让我把它排列组合 我自己得到受益 那么各位也可以分享 在这边祝福各位身心健康 腹肺增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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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